各位,什麼遊戲最讓人想罵?好玩的遊戲最讓人想罵? 那首先,倉庫 這個遊戲倉庫,我看很多人破第一輪都不會去用到它 因為真的是沒什麼用 例如你的弓箭什麼的,你射掉之後會從倉庫補嗎? 欸,不會餒 你射掉之後呢,你去牙齊講話 不會把你的射掉的箭補回來 你要怎麼從倉庫把東西拿到身上呢? 你要回到天竺派 跑去找鐵匠,隨便找個地方 然後點那個小小的切換到倉庫去 然後把東西拿出來 這個莫名其妙非常反人類的設定 這讓人不爽的不是他做的爛 而是他曾經做的好,然後他回頭把它做爛 人王,你只要道具用掉了,你去拜一下 東西自動從倉庫補回來 明明之前做對的事情,為什麼現在可以回頭去把它做爛? 不懂 然後再來,插旗系統 個人蠻喜歡的 但是他有些地方就是不是那麼的舒適 這個遊戲是有等級的動作遊戲 你如果技術不好,你可以農等級 回去用等級把它壓過去 你如果玩家技術很好,你可以不靠等級 低等級打過去也沒關係,玩家的自由 這個遊戲有兩種等級 一個是很簡單 你點角色數字的那個等級 那另外一個等級系統是什麼? 那就是插旗 你可以把插旗想像成一個關卡裡面獨立的小小的升級系統 那這個升級系統在地圖裡面有什麼小問題呢? 第一個是,你要是打小怪 你中間少插幾個 然後你就人已經推到地圖後半了 然後因為你正常的推圖,你的等級還算OK 但是你一死,你等級掉下去 發現你會在一群等級比你高很多的小怪隊裡面復活 那另外一個比較常見的是,你推完一個關卡 你氣勢已經25了 你進去玩關,王的氣勢20 要是你這個時候不小心死翹翹 那會發生什麼事?你會回到20 假設你有插滿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這遊戲看到你 哇!這個玩家打Boss死翹翹了 讓我們把這個Boss變得更難打吧 這還是假設你旗子插滿的狀況 你要是旗子少插,那你更慘 你越死Boss越難打 當然這都還算是小問題 因為這遊戲整體來講算蠻簡單的 所以呢,並不會不舒適 但是就設計上覺得稍微有那麼點怪怪的 然後呢,再來是你玩家打怪賺經驗值升級 OK,沒問題 那插旗這個如果把它看作是一種升級 那它是怎麼升級呢? 它是以探索地圖作為升級的方式 探索只有第一次會有趣好嗎? 你第二次以後為什麼還要探一樣的地方呢? 你第二次到同一個關卡裡面 你得探一樣的地方 然後呢,你玩第二輪難度 你也得探一樣的地方 變得完全一點都不有趣了 你打怪升級 你至少打怪你有操縱 你有操縱你的角色在殺怪物 至少有點爽感 探索地圖去走重複的路 走重複的探索 完全一點意義都沒有 更何況這個遊戲有裝備系統 多少算是個刷裝的遊戲 那刷裝 Endgame在刷裝的重點是什麼? 是效率 效率要怎麼辦到 你的等級機體強度 然後呢,搭配能夠快速秒殺BOSS的技能 那要是你想要刷一些 你要是想打一些主線比較長的BOSS 那你直衝BOSS 你等於降低自己的機體能力 因為你沒有插旗 更何況你的技能綁你的氣勢 你氣勢不到放不出來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直衝BOSS 你必須最起碼升一點級 才能去直衝BOSS 對於刷裝的體驗上是相當的不好 當然現在大家刷裝都是刷那種 沒有插旗需求的單BOSS關卡 那很好就不需要插旗 不需要受到這種痛苦 但相對的就是呢 你如果想重玩那些主線比較長的關卡 那你就得乖乖地探索過每一個 你曾經探過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靠等級跟裝備碾壓 那多多少少可以補究一點 但這插旗系統多少就是強迫玩家 必須去探索地圖 接下來這個抱怨其實還好啦 這個插旗這個系統呢 它既然是一個插旗奪取敵人陣地的概念 那為什麼會有很多旗子放在很奇怪的地方 根本看起來也不像陣地啊 就是用的文字包裝跟它實際玩起來的那個感覺 有點出入但這個還好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他很多人臭幹的江東三傻 OK 我只能說沒有特別設計NPC之間的AI協同攻擊之類的設計的話 只是把幾個獨立的NPC AI丟在一起 然後讓這些AI全部追著玩家打 就是設計者的懶惰 就是爛設計 然後還有那個大地圖 這既然是個刷裝遊戲 那你跟裝備相關的東西 應該要讓玩家能夠輕鬆的使用嘛 例如鐵匠系統或什麼的 但這次的鐵匠系統呢 它放在天柱派那個地圖 進去你還要往下跑 跑得遠遠的去找它 明明人王就已經做過在大地圖 然後一個選單進去就可以直接開始你做你的裝備了 為什麼還要把它分開變成這個樣子呢 還好這次的裝備的要求沒有那麼複雜 很容易就做好裝備 所以不會像人王後期那麼常態的 需要一直在裝備上動手動腳 所以這個部分就還好 然後其他的PC優化什麼的那沒辦法 這也懶得講 當然上面講的這些 尤其是插旗跟倉庫 說真的對遊戲體驗的影響非常的小 以第一輪遊戲來講是好玩的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基本上沒影響 但是仔細想想或者是你要多玩玩第二輪 這遊戲就是90%好玩 然後有一些奇怪的5% 奇怪的10% 奇怪的10% 怪怪的 但是這些都是垂毛球絲 正是因為它好玩 所以才會閒 不好玩根本連閒都懶得閒 不玩而已 所以要登DLC吧